大家好 这一次我们来介绍汉诺塔与格雷玛之间的联系 首先由格雷玛也可以得到汉诺塔问题的非地规算法 我们对于有N个盘子的汉诺塔问题 我们按照次序逐一写出所有的N位格雷玛 我们对每一个格雷玛 从左到右我们标记为第N位 第N-1位第二位直至第一位 那么第2个格雷玛和下一个格雷玛 也就是第2加1个格雷玛 按定义仅仅有一位存在差异 那么这一位的位数号 也就是第2部要移动的盘子的号码 对于不是最小盘子的盘子 总是有唯一的移动可能性 而对于最小的盘子 由于它没有任何约束 所以除它所在的柱子外 另外两根柱子都允许放置 那么我们对它做一些约定 如果N是偶数的话 那么移动次序就是 从A柱可移动到B柱 若原来在B柱 则移动到C柱 若原来在C柱 则下一步在A柱 N等于基数的时候 情况有所不同 移动顺序是ACBA 左表给出了前15个格雷码 为了比较 我们把第6个 最后一个第16个也给出了 那我们将相邻的两个格雷码 差异的位用红色加粗标出 那我们看每一行中 红色的零或1 所在的列号 也就是最上一行的标号 就是中间的表格中 要移动的盘子编号 我们并给出了移动的方法 而对应的汉诺塔状态变化 我们在右表中 给出了逐一的说明 其次 我们可以从一个N位格雷码 得到各个盘子 在三个柱上的分布情况 方法是 从左向右 考察GN GN-1 直至G2-G1 那么GN等于0 表示 最大的盘子在A柱 GN等于1 表示最大的盘子 在C柱 而从左属第二位 我们考察G N-1 等于0 表示N-1号盘 也就是 第二大的盘子 在N号盘子 上面 而GN-1等于1 表示 N-1号盘子 在B柱 那么对于 从第N-2位 到第1位的 GK 如果它等于0 表示的是K号盘子 在K加1号盘子 上面 也就是说 它们两个 在同一个柱子上 而GK等于1的时候 情况比较复杂 它表示K号盘子 不在K加1号盘子上面 但是呢 在哪个柱 需要一个计算过程 也就是说 直观地讲 我们从GK开始 往左 数两位 得到GK加2 从GK加2开始截断 那么剩下的 从GN GN-1直至G K加2 我们把它转化成 普通二进制编码 之后再转化成 十进制数值 我们可以查下表 来确定 DK的盘子 是在ABC 每个柱子上 例如 N等于60 某一个状态 格列表 表示 101 101 我们从左向右看 G6等于1 表示6号盘子 在C柱 G5等于0 表示5号盘子 在6号盘子的上面 也在C柱 G4等于1 表示的是 4号盘子 不在5号盘子上面 而且 6加4 是偶数 就是N加K 从G4向左 数两位 就是G6 那么G6等于1 代表的十进制数 是1 那我查表知道 4号盘子 在A柱上 接着判断 G3 G3等于1 说明 3号盘子 不在4号盘子上面 让我们来算 N加K 是6加3 为基数 将G3 向左数两位 得到G5 那么从G6 G5 等于10 代表十进制数 是2 查表知道 3号盘子 在B柱 G2等于0 说明2号盘子 在3号盘子上面 也在B柱 G1 等于1 说明1号盘子 不在2号盘子上 那么计算 N加K 等于6加1 是基数 从G6 至G3 101 转换为 二进制码 转换为 十进制数 13 查表 可以知道 1号盘子在A柱 那我们就确定了 6个盘子 所在的柱 我们依次的 填在表里 那么从表的 下向上看 也就是说 小在上面 大在底下的话 就得到了 6个盘子 在3个柱上的位置 1和4 在A上 2和3在B上 5和6在C上 最后呢 我们看看 哈诺塔图 能够和格雷玛 建立什么样的联系 我们用 1代替A 2代替B 3代替C的话 我们就对于 哈诺塔图中的 顶点 标号 做了一些改变 这是N等于 1和2的时候的 哈诺塔图 以及最长道路 这是N等于 3的时候的 哈诺塔图 以及 最长道路 那么观察发现 沿着 最长简单道路 就可以得到 N位 三位 格雷玛 这个格雷玛呢 实际上是一种 尾的格雷玛 我们加引号 因为它的首尾 不相邻 N等于1的情况除外 N等于2的情况 所以三维 是指 不仅仅是01组成的串了 而是012组成的串 这是N等于3的情况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手 是00 尾 是22 是不相邻的 不能形成一个循环 那么要形成循环呢 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就是我们将 最下方的两个小三角形 这是一个直观的说法 中的边 水平翻转180度 再添加一条边 那么就得到了一条 哈米尔顿回路 而哈米尔顿回路 依次经过的顶点 就构成了 真正的N为三维格雷玛 我们以N等于3为例 下面的两个小三角形 保持顶点不变 边翻转180度 再添加上 我们这个红色的边 就得到了一个 哈米尔顿回路 沿着回路 就恰好构成了 三位的 三维的格雷玛 这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伟范尔顿回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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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